早安 直播室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早安 韋寧 局長最近馬不停蹄去推銷《特惠山果金》 現在叫做《長者生活津貼》 沒錯 我們跟《三果金》脫勾 不要混淆 你很不想一起吧 不是很想 證明很重要 明不正執則言不順 但是行政長官的政綱 真的叫做《特惠山果金》 沒錯 他的意思是在《三果金》上 給多一點有需要的長者 但是已經有一個簡單的入息 和資產的申報 和有需要的長者 這個在政綱當時開宗明義很清楚 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有需要的長者 第二個通過一個簡單的入息 和資產的申報 然後拿大約雙倍的《三果金》 這是特惠的津貼 這個班子一上場 我已經列了這個重點的工作 都知道大家很心急 希望早些拿 我們將它具體化 進行政策 一定要很清晰的定位 然後我們特首在7月16日 立法會答問大會也交代 這是一個新的津貼 定位就是在《三果金》和《縱緣》之間 提供一個額外的新現金津貼 給顧名思義有需要的長者 有需要的長者是什麼呢 怎麼找出來呢 我們就拿回《三果金》 實際上是65、69歲 大家都知道 如果拿《三果金》 一定要通過一個很簡單的入息 和資產申報 這個已經由來以求 不是新的 那把尺 我們現在原寬不動 寬鬆的那把尺 就用來放進去那個津貼 如果你想拿津貼 就一定要通過這個同類型的一個步驟 這樣是寬鬆的那把尺 相當寬鬆 為什麼我這樣寬鬆 因為那把尺本身 是用來講到1090的 現在這把尺我們不但不變 但是還要講到2200 即是雙倍 所以第二 你看到我昨天出來宣佈 我們是真的利聞便聞 整件事裡面 我們是很坦白 我們用心去做事 我們是完全有所有空間 我們都用盡它 為什麼呢 希望這個計劃第一 盡早落實 時間爭分奪秒 因為有很多長者 希望真的早點可以幫到他 第二 這是政策上的一個突破 衛寧和Frank 我也想重新 為什麼這個突破呢 因為我們一向以來 聽到很多聲音 很多長者 他種種理由拿不到縱援 要不然資產過了一點 要不然縱援申請的要求 比較嚴謹 也可能他不想申請縱援 因為縱援始終覺得 有些心理上等等 很多家庭問題 有些長者真的靠過生果金 來過活 也有很多這樣的新聞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做多些事 去幫這些甲心的長者 即是說兩邊都不到外的長者 正正我們就想了這個 新的中間的珠詞 這條柱就是說 在這個生果金和縱援之間 我們成立一個新的津貼 是目標聚焦幫這些長者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政策的定位 大家要清晰 是一個扶貧的 是一個聚焦的 還有我們真的將一些 有限的政府的置公帑 擺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希望大家諒解我們那個 局長我第一個支持你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長者 哪有人會不支持的 所以我第一個支持 就是幫助一些有需要的長者 但是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銀行裡面 有18萬的就叫做有需要 而一過了19萬 銀行有19萬就已經沒有需要 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 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以為銀行真的拿著19萬 其實真的不算有錢 但是已經是沒有需要 衛玲我們是這樣的 所謂的需要不需要的背景 就是來自 我講一點的背景 所謂的高齡津貼 即是生果金 最初推出的時候 是75歲 才有資格拿的 即是早年 後來社會一路變遷 我們就去到70歲 那70歲 走出一段時間之後 社會有很多聲音說 不是啊 現在有些65歲已經退休的長者 他什麼都拿不到 那你怎麼幫助他呢 但是我們又不能是65歲都給他 那你又看經濟需要 所以那時候 那把尺就是這樣 那樣應運而生 有把尺出來 那把尺本身也都考慮 各方面的 所謂的 各方面的關係 例如和縱援的關係 怎樣 縱援當時的要求是怎樣 例如很簡單縱援 我們現在的要求是很嚴謹的 如果你資產的長者 是過了三萬八千元 已經拿不到縱援 你可以想像現在十八萬六千元 是三萬八千元的四倍多 第一 第二 不是只看資產 而是入息 因為有些人可能做一些兼職 散工 65歲仍然可以做事 70歲都可以做事 現在的年紀 那樣的環境 我們現在每個月的入息 是六千六百六十元 是不包括什麼呢 那些小朋友 親友的規則 給你零用錢 給你一點點錢 我們完全不計 但是如果在縱援來說 我們很嚴謹 很多事情看得很好 那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六千六百幾和十八萬 是否就是縱援的四倍 不是直接掛勾 但是我們有參考各種因素 即是男子的因素 即是沒有一個方程式 沒有一個清晰 沒錯沒有方程式 但是背景就是當時 我們也很清晰 當時有一個起步點 然後每年我們有一個機制 是跟著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 我們有一個指數 一男子 縱援水果金 每年我們都有一個機制去看 那寫援指數 我們跟著的指數來調整 最簡單 十八萬六千元 現在這個數字 實際上是今年二月實施的 二月之前是十七萬七千元 即是說 短短幾個月 其實那個額已經上升了九千元 是否每年都調整的 看看指數的變動 實際上近年 除了一兩年經濟不太好 或者通縮之外 實際上年年 過去這兩年實際上升了8.6% 是的 正如局長 短短九個月已經上升了這麼多 由十七萬多 要上升到十八萬多 即是你們的指數都已經這樣 可想而知 現在社會環境 那個百物騰跪 那個變化的速度 如果今天你還說 一個銀行有十八萬資產的老人家 他生活就是沒有需要 好像說服力不夠 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一定說 一把尺一定是 你多少錢都要 那把尺都有爭拗 你八尺畫得高也好 為什麼多一塊錢 你不給他 實際上是這個沒完沒了的 我們一定要客觀看一個問題 我們這把尺是社會人士接受了很久 即是六十九歲 你多生果金 這把尺不是新的尺 實際上梁振英特首在競選期間 他帶出一個建議出來 坊間很多人討論的學者 很多建議都說 如果將來怎麼做 那把尺應該怎麼找人出來 很多意見都覺得 應該是十八萬六千元的中委數 應該是九萬三千元 有些最多給到75% 四乘三 但是我們在構思的時候 我們去到盡 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都希望 盡量靈活 我想Matthew的點子 就是 你有一個方程式是對的 但是我想 他現在沒有一個方程式 最慘的是 可不可以解釋給市民 為什麼是三萬多的四倍 而不是八倍 我剛才說 我們不是拿了縱緩的額 來做一個百分比 而是我們參考 當時的環境是一連串的 種種的因素 一籃子的因素 我們去定出來 然後每年 我們跟著機制調整 很坦白 這個數目十八萬六千元 到明年二月一日 已經會向上調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一幾個月 通脹又會向上 就是說 不是一成不變 十八萬六千元就是這樣 但是每年我們都會看到物價變動 來確保追上那個物價 但是我始終在我的腦海做 我真的要想 就是 他做財機副務局局長 怎麼去達到十八萬多的數目 那數目 剛才我說了 是基數開始 基數 每年我們都會跟著 基數是什麼 我覺得對社會來說 不夠清晰 很簡單 基數就是我們以往 一貫的做法 就是拿生果金 六十五至六九歲 都要經過一個申報 而申報過程裏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入息的上限 還有一個資產的上限 這個呢 我們也是拿回 當然是舊的機制 長久以來的機制是怎樣做 例如最初一開始十萬元的 十三萬元的 一直加上去 跟著那個通脹號 物價指數 就是這個數目 問題是那個機制 就是你當了 最原創的機制是怎樣 你當了本股初開的機制 一定是不成不變的 但現在你是這樣 我剛才說的機制 就考慮到 當時起立納子的因素 包括縱緩方面的要求是怎樣 一連串的因素之後 是做一個客觀的評估 然後部門建議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一直 這麼多年來 都是行之有效的 先這樣說局長 例如你剛才說 這麼久以來的客觀評估 其實那裡對我們來說 其實到現在談到 我們都不是很客觀 因為你都好像說不到 那個程式給我們聽 但就算我放過你 我不跟你去執行那個程式 你都說了 是盤古初開 第一天的時候 你就設計這個方法去做 其實現在過了十幾年 還是二十幾年 你都不再去調整一下 那個計算審查 這個入息 即那個申報 會不會有些不合時宜 我在那個記者會 都很清楚說 我們有幾個因素 第一 你可以想像 我們是一個縱緩 為什麼不正是說縱緩 因為這個值得 大家知道整個情況 我們定是一個中間的 一個新的津貼 在生果金和縱緩之間 加上現金的津貼 給一些有需要的長者 而我們就拿回寬鬆的處理 所以就是說 生果金 你進去拿六十六九歲的尺 肯定有很多長者 是拿到的 就拿不到生果金 每年都有幾萬個長者 這樣進來 那這把尺肯定 很多長者會受惠 第二 我們這把尺 現在不是計算年齡 不是七十歲 或者六十五歲 我們其實是有需要 我們是量度的需要 你要識別到一個組群 第二 你先說一下 我剛才也說 說回用生果 生果金和縱緩比 縱緩是四倍多 我剛才說過 另外我們拿回這把尺 是甚麼 就是給多2千2元 不是給1090元 是雙倍 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要這樣客觀看 我們怎樣處理 這件事 第三 我們也掌握到 已經有29萬人 我們做了申報 我們都是利民便民 不想煩長者 我們以前申報過 我們知道你有18萬 不過額的 總之你是申報過 我們一直跟著 過去的日子 沒有超標 我們這次也不犯了他們 第一時間可以自動轉換 新的計劃 29萬的獎者會受惠 即是一年 一年之後 我們當然會做回手續 但是如果 它是不超額 沒有成的 我們仍然會給它 即使超額也好 我們是到14年的9月 才剔除它出來 即是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雙倍的數額當然是好 加到2千2百元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重點 我支持你 我真的想你幫到 那些有需要的長者 而我不覺得 資產是18萬 已經是沒有需要 今天大老闆 田北俊 他在報紙寫了一篇文 他是老闆 他引述了樂師會的一個數字 他說現在樂師會統計 一個長者的生活 最簡單最基本的 都可能要4千多元 要告一個月 如果這樣算 他用你們的17萬多資產審查 18萬 18萬 他說大概用8年 即是說 你叫他慢慢撕 就當他65歲 他撕到8年 他到73歲 一毫子都沒有 即是要欺負了 所以如果你這樣 他拿著那筆錢 你都說他已經沒有需要 會不會是太過嚴苛呢 我們這樣看法 遺寧 需要一把尺 大家各個的看法是不同的 但一定要有一把尺 那把尺 一定是大家熟悉的尺 和靈活容易做事 讓我們方便 行政上也方便 你看到我們現在有29萬的長者 即時可以受惠 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些 我們也盡量希望 能夠快些 經過我們簡單的申報 可以幫得到他 而這個津貼本身 我再強調 我們真的 是幫助在生果金 和縱緩之間的 是需要大一點的群長者 目的就是這樣 你想想 我們真的很難說 即使在三十萬 四十萬 都有人受影響 尺寬在哪裏都有 有人得不到 你怎樣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務實去做法 先起動了 我經常跟議員 最近我都不停講解 遊說 分析給你們聽 實際這是一個正施政的突破 六十多億的 每年政府的開支 是不少的 還有你想想 我現在的福利 今年 Fred你做的財政 你很清楚 我是四百四十億 在福利方面 現在加六十二億 即是去到五百多億 是百分之 由我現在 加百分之十四 十四 一乘四 加了第一 只是為了這個津貼 第二 我現在政府整個餅 整個政府整個餅 整個政府每年的開支 今年我們說的是 由十六點七 福利加到十八點六 增加了下去 你看明顯是上升 還有六十二億等元 等於百分之二點三 政府經常開支 局長用了半個小時 去解說新的安排 聽眾覺得是否這樣 是否資產過了十八萬 就真的已經沒有需要 去拿這個雙倍的二千二元 一百七二百八一 可以打電話來 和局長談談 回來 繼續和勞工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討論這個長者生活津貼的問題 那些電話就爆了 很多聽眾都有問題 想問局長 電話裡面現在有張先生 早晨啊張先生 早晨 早晨 中國長我覺得呢 你七十幾歲 要資產審查 對長者造成分化 大家都七十幾歲 你呢 年輕的時候 打工 就拼命洗 有這麼多 我就死坑死底 所以我 臨到退休之前 都超過少少這個限額 還有呢 我認為 八十歲以上 應該就是免資產審查 就給二千兩元 就給他臨走之前 掌索人生 張先生 容許我講 小小很簡單解釋 這次這個津貼 不是一個生果金 很多人誤解了 這個津貼 不是勁勞的 這個津貼 是幫一些有需要 經濟上 稍為有 沒有那麼好的 一些長者 所以這個出發 一定要清楚 否則我們大家混淆了 很多以為我們分化 我明白那些長者 可能覺得很不開心 我一定在這裏 希望體諒 我們這個政策的新的津貼 是幫那些什麼呢 幫那些拿不到縱緩 或者也不想可縱緩 但是有生果金 又維生的 有些真的靠生果金 維生很多長者 那我們現在就做一個津貼 它一定要有一個簡單的申報 申報完之後 我們就給他兩千二元 但是如果不申報那些 仍然沒有影響到生果金 就是說你說我申報不到 或者我達超標 是沒有影響它 我們不是以年齡劃分 張先生我們是以經濟的需要去劃分 你容許我講幾句話 我們中國人 有積穀房機這個習慣的 你這樣做 叫人家不要儲錢 不要手工就搬 不要積穀房機 你花那麼多 你花那麼多 你到六年的時候 人家有你就沒有 都是做成心力不舒服 張先生我容許我們在這裏有少許解釋 我們現在的申報機 第一 就簡單 你們在電台都聽到 電視都看到 第二 我們用那個要求 實際上 一個讀生長者 十八萬六千元 他住的物業 我們不計 加上 他六千六百六十元 一個月的入息 是我們的常限 但是不計 那些小朋友給錢 他家人 親友 確實是很寬鬆的 這把尺不是新尺來的 張先生 六十五十九歲的長者 申請生果金 都是用這把尺 我們現在這把尺 是拿來什麼 不是拿一千年九十元 容許長者拿二千二百元 但是經過這個手續 就拿到 他真的 我們這些錢 公共政府的公帑 我們希望放在 真的有需要的長者身上 希望大家諒解 這個政策的定位 和人口 我們知道高齡化很快 張先生 現在我們九十八萬 有長者 現在九十八萬 二十年之後 去到二百十六萬 三十年之後 二百十六萬 年輕人 公養長者的撫養率 越來越高 我們是想下一代 面對一個高稅的環境 或者種種因素 加上政府的支出 除了人口老化 在醫療 在長者的住宿 例如說 床位也很緊張 宿位也不夠 我們方方面面都要支援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是 平衡各方面的訴求 亦有效 將有限的資源 投放在有需要的地方上 不過我想補一句 局長剛才說了很多數 包括老齡化 以及要用多少錢 不過政府在這方面 經常都猜錯數 譬如人口統計 較早前統計處都公佈了 比政府原先估計的 又少幾十萬 另外 錢是否會用得這麼大呢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本來我們有個結構性財赤 十年前 十年八載前 政府經常說 我們會結構性財赤 現在又結構性盈餘 結構性財赤 從來沒有出現 我只是補個這樣的回答 張先生 其實你幾歲 我現在76歲 你76歲 簡單來說 局長今天講了大半個小時 現在政府的方案是否能夠遇到你呢 現在政府的方案是好呢 我還是不多服氣的 你還沒多服氣 不要緊 張先生 希望你能夠諒解我們 因為我們這次的政策 真的是平衡各方面的水平 亦都考慮到公共支援有效果 你繼續聽聽局長的說話 因為有很多電話 我們先跟張先生談到這裡 接著再有梁先生 早晨 姓劉先生 劉先生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其實我對這個長者 這個達衛進條件 在這個問題上 我是支持政府的 即是有個資產審查 是是是 我本身自己都已經進入老人了 你幾歲 是65歲 嚴格來說 如果你說全部人士 一到七十歲 就可以沒有條件 拿一些所謂達衛的金 如果政府這個資源是無限的 我是同意的 即是對老人家 就不需要這麼多審查 我是同意的 但我相信政府的資源 不是無限的 如果你所有人 即是不論貧富都可以拿 在中國人 或者沒有中國人 我想很多人的心態之下 即是如果你又得拿 而不拿的話 我覺得這些人是極少數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本身 好像我本人這樣說 我有一點儲蓄 如果只是到了七十歲 如果政府可以發放這些津貼 我一定會拿 所以你接受政府 現在說十八萬的資產就不要拿 你接受這個安排 是的 我是同意這件事 明白 多謝劉先生的意見 接著有歐先生 邱先生 早晨 各位主持人 邱先生 你好 邱先生 多謝你幫忙我 我覺得你 四個八個字 有心無力的江郎才俊 你現在派福利給我 我多謝多謝你 我現在 為何這麼說 我現在七十歲了 我兩夫婦都過了七十歲了 是沒有收入的 我住在太古城八百尺 自住的 我銀行只有二十八萬 我應該立即 如果你一派表我就申請了 但是我有個弟弟 我弟弟就是過了七十歲 兩夫婦 是沒有收入的 銀行就剛剛這麼巧 就二十八萬 他住在深水埗北河街 舊塘二樓八百尺 他應該就有 就一樣可以申請的 我覺得你 你派福利給我 我多謝多謝你 我覺得你們這樣 都沒有 很周長的 坦白說 你現在根本就不是 你用一次就說審查 就說什麼 說這麼多 你現在就派福利 派福利就派福利 那我就很贊成 有些議員說 都走回舊制 你不要搞這麼多 搞到這個社會分化了 我現在我住八百尺 我住在太古城 我有二十八萬 我沒有收入 我現在申請不申請到 局長 歐先生 如果你兩個夫婦 歐先生七十幾歲 但你的聲音很精神 我現在問局長 我們那個資產上限 兩夫婦加起來 是二十八萬一千元 如果二十八萬 你住的那個物業 我們是不計的 我現在就住太古城八百尺 我是不是窮人 這個正正 你覺得很硬 你正正帶出了 我們寬鬆的尺度 你不是寬鬆的 局長 你根本就沒有用腦 制度這麼多漏洞 我只是舉一個例 我可以舉十個八個例 這個也反映出我們處理這件事 希望透過一個申報的機制 看得到那些有需要的採訪 不是啊 你現在那個制度有什麼機制 我現在住太古城八百尺 我一樣是申請中 我現在大搖大把進去申請 那我是不是窮人呢 局長 你不要在這裡自欺人 你派福利就派福利 你搞這麼多制度 這麼多漏洞 你現在回答我 局長我想問問你 我有沒有權申請 你絕對有權申請 就是了 局長 那我是不是窮人呢 問題就是 那一匹尺 那條線 一定是有一條線 是不是有一個位置 不是啊 那條線是任你說的 局長 不是啊 這個六十 好像主持人所說 坦白說 你們想得周長些 根本就是漏洞百出的 那走回救濟 好坦白說 等老人家 有碗飯吃一下 開心一下 你搞這麼多事情 都問問他們 我不知道你江郎才盡 這個 我再重申 這個不是一個敬路的計劃 你現在不是敬路 你不是敬路 就是幫窮人 沒錯 你現在幫我 但是你兩邊來說 有資產的上限 也有入息上限 兩方面要看 我問你我是不是窮人 我都不敢回答自己 我現在問你我是不是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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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70歲了 我現在沒有收入 你是我們有資格 你有資格去申請 就是了 局長 梁振英也有資格去申請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梁振英是做山頂自住的 他就是有28萬銀行 他沒有錢的了 他的兒子每個月給5萬元去買東西吃 不用計的 一樣申請到 梁振英70歲都 舉個例子 你要用一下弄 局長 你講些事 問心幫他講來講去 都是三副屁 講來講去 就說敬佬 就說敬佬 就說不用 你派福利 就派福利 我多謝你 我真的不是騙你 但是我拿了之後 我不拿著就不值 那歐先生你覺得政府 不如就沿用舊制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你的看法 多謝歐先生的意見 跟我們的政策 完全是背道而馳 我再重新這個很重要 但是也不能否定 有些聽眾 都真的有這樣的意見 個別的事件 我們不否認是有 但大體上我們是很寬鬆的 下一位聽眾葉太 聽了葉太 早晨 葉太 早晨 主持人 早晨 局長 早晨 我經常聽你說 小孩子給那些不算 我媽媽就90歲又多了 我媽媽就一直都窮 都不得了養大我們 我們現在兒孫滿堂了 這十多二十年 我們都給了多少少去 所以他現在積蓄有二十幾三萬 都是我們給他的水果金 就是給他查錢 現在他就慢慢睡不著了 他就說 為什麼我到90歲 人人都有我都沒有 我把錢都給你們了 如果他真的給我們 我們又拿不拿得到呢 問題就是 一定要他申報的過程裏 我們看看他的資產和入息 我們說得很對 子女的貴贈 親友我們是不計的 正正為什麼 但他在這十幾二十年 一直累積下來 真的有三十多萬 我們在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資產 第二件事是入息 所以他申報過程裏 看看他的資產有沒有過 和入息每個月都沒有上限 兩個我們兩萬一呎去量 但是我們是寬鬆的 我剛才說 有個朋友打電話上來 正正就是看到我們的計劃是寬鬆 現在一句就說了 他現在有三十二萬多 那他到時怎樣申報 這三十二萬多 如果是超出了上限 如果是他個人來說 但是這三十二萬多 真的是我們的子女和孫子給他的 他在說的是入息和資產 兩個分別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其實葉太局長的意思是否就是 你認為這位九十幾歲的老人家 他是沒有需要 所以就不用發五千二給他 其實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要看看 問題就是那筆尺 如果那些是錢 你現在你回答我一句 是拿得還是拿不得 現在他慢慢睡不著 他還沒說給了錢 如果他給了錢 我們行不行 這些是你們安排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最重要是他申報的時候 如果他的資產不過十八萬六千元 你資產包括什麼 包括當然 你不用說那麼多了 局長真的不用說那麼多 如果現在我就問你一句 如果他現在三十幾萬 是給了我們的子女 即時 那他能不能拿到 如果他給了你們 他不是說 又是騙政府 不會不會 這是問題不大 這是家庭的問題去處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他申報的時候 那個資產 如果他不超標 就可以拿到 局長你說不會 我有點擔心 因為這樣 我怕有些不孝子女 會這樣欺騙老人家 就說 你轉了錢給我 我們要分開兩件事 不是陰工 大家要明白 我們不是想製造困難 局長會有很多複雜的東西出來 你們想清楚 因為老人家 不是很像年輕 那麼容易明白 是不是 我完全明白 所以我們不是 你看到我們最近 其實可不可以好像 七十歲以上 或者剛才有人說 八十歲以上 八十歲以上 那些就給他 很可憐 他都供應了 社會幾十年 大家明白 我們的出發點 真真正正 希望幫到 政府資源 幫到一些需要大些的人 在過程裏 當然是 幾十萬人裏面 有個別的個案出現 我們不排除 這些像你媽媽的個案 會有很多的 真的不是個別的 局長 我們相信 他們捱了幾十年 是不是 真的拿著那二十多三十萬 棺材本 有誰沒有 所以我們剛才說得很清楚 很老的 生果金我們沒有影響 只要繼續拿生果金 但他就覺得很不值 為何人家有二千二 我又得一千一 像剛才那個長者說 我早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都用光了 現在當你涉及這個政策的時候 其實可能真的衍生很多實際上 都會出現問題 正正看到我們的寬鬆處理 40萬的申請個案 將來一定會有個別的例子 所以你考慮去執行 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但你明白 如果我們要拘捕得很緊 例如你規定說 物業有五十萬就算 五十萬以上就不算 我們不要叫你緊 我們叫你更寬 正正我們現在做理 可以看到我們的尺 尺是有需要的 而尺也是寬鬆 這些局長就去實際執行的時候再考慮 不過我真的要考慮 因為時間剩下很少 我想問現在 你很堅持政策 你說沒有後備方案 但現實就是 你看看立法會 當政黨不轉態 但現在的做法就是 民主派加民建聯工聯會 已經過半數 政府的方案是過不了的 你擔不擔心 我繼續努力 我過去幾星期 實際議員一選舉完之後回來 我已經開始約了議員 新舊議員正當我的藥 我們見到七七八八 我會繼續努力去見 去解釋政策 和政策的定位 為什麼有需要 是有資產的申報 這是必要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基石 沒有這個基石 這個計劃是做不到的 很坦白地跟你說 那些資產的上限等等 我們也是沿用大家 社會人士多年來接納的 六十六十九歲已經存在這把尺 不是我們新的尺 其實民建聯有十三票 這十三票有沒有信心他們會轉太 我們繼續努力 我剛才說過 談了沒有 你和民建聯談了沒有 民建聯我接觸了 也有幾個大的政黨 我也接觸了 下午也有些政黨跟我們談 但是大家要明白 政府是用心良苦 真是希望幫助那些需要大一點的長者 這是我們的出閥點 不過這樣 局長今早跟你談 我只是看法就是 政府這樣說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沒有人會反對 正如說李嘉誠為什麼應該拿 沒有人會反對 李嘉誠是不應該拿 但問題是香港有多少個李嘉誠才行 但是那個做法就是 最後我會覺得現在政府的殺手間就是 你議會繼續你的議員在吵 過不了 長者連幾十萬人本來可以拿到二千二 你說想要更多人拿 但是你這樣吵 可能連這批原本一拿的都沒得拿 這是政府最大的殺手間 所以其實那個方案 過到的機會 我認為也是高 但是會不會覺得整場仗打完之後 會有些得不償失 因為局長你今早說了很多次 你就說整個方案我們不是敬佬的 我們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不是敬佬的 我們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市民透過大氣電幫他收到什麼訊息呢 你看到剛才是葉太 歐先生打上來 那些老人家怎樣吵亂巴閉 他們就感受到 這個政府不是想幫助我們 不是與我們無關的 他不敬佬 其實梁振英在選舉的時候 他提過政綱出來 其實他明明是要敬佬佬愛佬 但你今天去推銷這個政策 就不停說 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 不用敬佬、護佬、養佬、愛佬 大家不要有點誤解 對社會來說就傳達了這個好差跡的訊息 最重要是一個訊息 為什麼我要強調呢 因為生果金是一個敬佬金 我們說現在是生果金 和縱門之間 設一個新的長者生活津貼 是幫助那些需要大一點的長者 你明白到這件事 大家不要再混淆說這個是生果金 因為生果金將來的確是敬佬的 如果混淆的是梁振英混淆先 他是自己在政綱上寫說這個是特惠生果金 剛才我聽到聽眾的反應 局長感覺到他們的腦海中有點混淆 所以我們要做多些宣傳教育 我們要做多些功夫 實際上我們未來一連日子 很多市民有些混淆了 將那個津貼和生果金 我們混淆是你的政綱原本這樣 你現在可以改名字 但如果第一個混淆的是梁振英 他自己在政綱是寫特惠生果金 他是用這個字的 所以我們現在證明 將名字改成清清楚的津貼 這也是一個很寬鬆的處理手法 我相信如果你說是生活津貼 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那個審查的機制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有意義的 當然那個數目是可以爭辯的 但是坦白說 你十八萬號 三十萬號都有人說你錯的 這個永遠都會 我們盡量做到最好 盡量做到最好有一個客觀機制 因為局長剛才有一句一開始坐下 開場派是很清楚的 他就說他發現他現在是想幫什麼人 就是他們發覺因為中緩的制度 有些幫不了 有些人拿著生果金的人 他們生活很艱苦 所以他想在這裡幫到那堆人 但我很擔心你現在這十八萬的資產 你連那幫人都幫不了 你原先是想幫這幫人 但你正正將現在這些人勾出去 為什麼幫不了呢 我們有二十九萬 那我就告訴你 真的十八萬 你不是告訴我十八萬 在銀行很多錢 我剛才也引了律師會的數字 即時我們有二十九萬 獎者都會受惠 是透過一個自動轉換過程 那你也說有十三萬 拿著生果金 起碼那些就被你踢了出去 不一定 因為他們可以申請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能申請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能申請 我們不能這麼無端 第一樣最簡單 就是我們最基本有二十九萬獎者 一定可以獲得 第二就是第二批的申請也很簡單 我們希望 估計起碼有四十萬以上獎者 會受惠債的數字 總之那條線就是 如果你覺得十八萬已經是沒有需要 我現在就是在十八萬 你覺得已經是沒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些數據告訴你 包括剛才樂師會的數據 我剛才很清楚說 這把尺 以往六十六九歲 都是在用的 原用這麼多年 是社會廣泛接受了 你覺得只獲得三個金的人 他還生活得很艱苦 所以你要幫這班人 我就正正想幫你去幫到這班人 我現在覺得你未必能幫到這班人 我看法就不是了 很坦白的 29萬 我昨天也很宣佈了 即時這班獎者就會受惠 我相信還有十多萬 一定會獲得到 未來這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也不會在今天這裏有個結論 其實相信會繼續發酵 其實局長是否應該月底就會去財委會 我們暫定是26日 去財委會之前是否也會上立法會再談 去福利事務委員會 我也希望能夠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盡快去大家討論 應該是甚麼時候 有了日期嗎 因為下個星期16日才選委員會主席 一選了主席之後我們就會跟主席聯絡 希望盡早上立法會 我相信未來社會上也會有很多的討論 希望局長吸納多一點的意見 然後作出一個最後的修訂 你今天也說沒有後備方案 沒有啊 真的沒有 不過我記得7月初你接受訪問 這個雙倍的特惠山國金 今年一定做不到 要最快也要明年 不過現在 今年就有了 坦白說 我們都說明年3月才啟動 但是10月已經可以有了 但你只是特辦 追訴安排 不要緊 如果是這樣 這些條例接受 都是3月才開始啟動 沒所謂 大家看到報紙 當時這些是白紙黑字的 好了 今天跟局長談到這裡 謝謝你 繼續努力 謝謝Fred 多謝韋寧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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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